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21月19号 我以为今天到20号了 19号 今天礼拜五 礼拜五 周末又开始了 为什么说礼拜五就是周末呢 因为礼拜五就开始人心浮动了 安排今天晚上去哪玩啊 周末 周六去哪玩啊 周日去哪玩啊 这是我这个司机这个阶层是遥不可及的 这几天是最忙的 我不可能出去休息的 不可能出去休息的 OK 现在温度是7度 今天起的最早了 今天现在是上午的10点40 看看上午的天气 上午的天气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Bus有很多人下来是去上学的 是有小学是吧 到底是去上学的 熊哈哈 沙哈哈 最近呢 我最近在那边停车的时候 昨天有一个老头 他问我乞讨 让我想起了之前在高速路上 那一带的乞讨的那个老头啊 好久没过去了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反正 反正 哎呀 让我想起了他 然后呢 他就问我 有没有change啊 是吧 因为这个单词啊 这个单词我一直读 一直一直所所接受到的意义啊 就是改变 是吧 改变 我一直理解成为 你是不是要换零钱 或者是什么意思 是吧 但最近我最近在刷单词 你知道吧 最近我发现这个change啊 居然还有一个 哇 这都是小学生啊 high school 高中吗 high school 高中 啊 油价啊 右边的3块4毛5 3块5毛5 左边的3块8毛9 3块9毛9 然后最近我发现这个change这个单词 突然还有一个硬币的意思 零钱的意思 一下我就实话了 哎呀 感情我这这么多年背的这个单词是假的吗 哎呀 不知道啊 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这个没办法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没有change在身上 我说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是在online 是吧 on phone上面 就是在手机上面支付 pay everything 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些东西 然后那个老头又笑了 哈哈哈哈 没关系 it doesn't matter 然后我就去问别人 问别人要的这个意思 哎呀 我说不好意思啊 你看我都把口袋 四个口袋都掏给他看了 你看没有 我口袋比你的都干净 现在不带现金 不带现金的 都是用卡 用卡支付了 人说哎呀 美国什么时候开始也用卡支付了 美国也有 美国现金和卡一半一半啊 很多人都是用现金支付 特别是去酒吧呀 去这个这个 有些那种重消费的场合 那些那种 那些场合就会特意去换一大戏现金 然后往天上抛 往地上抛那种 跟那个古代开戏抛那个赏钱养啊 这是一个传统啊 这是一个传统 但是现在呢 越来越多 像我像我从事这个行业 Uber这个平台 我最近还查了一下这个Uber 它是09年 这公司09年出来的 然后国内的这个滴滴呢 是12年出来的啊 整整晚 晚了将近三年 晚了三年啊 但是那个因为滴滴的市场大呀 是吧 份额大 所以说它很快就逆转翻盘了 这也是一个风口啊 当时啊 这个Uber呢 直到17年18年才开始 开始融资 好像是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接触到 它如果不融资的话 我还1716年之前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有Uber啊 有LIFT这些公司平台 但是那个时候12年 131415年那个时候 对1415年差不多国内就应该有 这个平台就开始出来了啊 出来了 哎呀 这个就是现在社会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啊 现在以后的讨饭都讨到陷阱了 像国内似的 是吧 你弄个二维码是吧 弄手机去乞讨是吧 这样也行 前面这个车牌是个中文的 然后美国这边的这些乞讨者呢 还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冲击 还在那里讨要陷阱 其实他们也应该准备了一个什么 PlayPay或者是苹果支付 这样的话就可以去打嗓了 可以打嗓了 哎呀 昨天说到这个刷这个单词量 说到单词量 因为我最近用的我下了很多这种玩意 很多时候都是用的觉得不爽了 就换一个 所有的磁汇量 始终是在这个低水平的徘徊 没有一种突破的感觉 所以那天我一撤 我的磁汇量在3000到4000这个样子 也就是国内的中学水平 这个磁汇量一直在这打转的 这么多年了 就没有提高过去 我也是郁闷了 人家说四五千应该是一个坎 但实际上 你如果要在美国或者在西方社会 能够阅读稍微听说这方面 要没有问题的话 你的词汇量最少要到1万左右 1万左右才当中够 1万左右差不多就是 那边的小学生的阅读量 你不要看这边的人过得很轻松 是吧 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人家要求要阅读课文的 所以说他们的 可能写文章写不出什么东西 但人家会读啊 会说呀 是吧 这就是跟中文相反的 中文你可能说不出 中文有的时候都是说不利索 是吧 有可能都不行 但是没关系 我写的一首文章好 一首文章好 一首文字好 是吧 这样的话 你一样能够 这个是吧 在古代社会一样能当官 是吧 你可能说不利索 也不行 当然了 古代官员也是有要求的 他必须得形象好 不口吃 口吃都不行 这个像这个刘罗锅图背 这是不可能的 只是他有 他是年纪大了 因为当时这个刘罗锅这个称号 是谁叫出来的呢 是家境叫出来 是吧 不是前生叫出来的 当时那个刘罗锅已经很大了 已经将近80多岁了 所以说他有点驼背 所以说被叫成了刘罗锅 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他年轻的时候就驼背 驼背的话是当不了官的 即使是他 他这个他爹刘宗勋 是国务院总理 你知道相当于国务院总理 相当于 是内阁还是是吗 他爹是吧 但是你们家孩子有残疾 也是当不了官的 最多当一个品级低的小官 不能网上提的 所以古代要求很高的 不是说这个就能当官 除非你是皇亲国戚 那又是另外一个阶级 那个和士绅阶级 又是不一样的阶级 是吧 阶级社会来了 中国也现在开始阶级社会了 哎呀 这个几百年的传统又开始恢复了 各个阶层 说各个阶层的话 最有名的叫什么 何不食肉糜 我前几天应该也讲过 何不食肉糜 为什么 因为在他那个阶层里面 吃肉糜 这是最长的 是吧 比如说你吃不了大鱼大肉的话 你就吃点肉糜 是吧 吃点肉粥啊 皮蛋的瘦肉粥啊 是吧 但是在那个时候穷苦人家 一年 一年也就是过年的时候 才开一次 这个游婚 是吧 能吃上一块肉 其他364天 哇塞 你别说吃肉了 咸菜都不一定有 是吧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 当然也没这么夸张啊 但是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子的 包括一直到了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的末 九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十几年前 大概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吃肉的话 都都 才开始慢慢的好好起来 大家互互都能吃上点肉了 这和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 哎呦 这扯远了啊 这扯哪去了 哎呦 扯到吃肉上面 扯远了 我的意思就是 我现在的这个量也就三四千 哎呀 现在就是突破不了 我现在这没事 刷刷单词呢 别办 今天到这儿啊 我这个继续刷单词 不要说我这个人不长性了 现在要特别人家这个大佬都晋升 成功晋升了 在美国啊 升级了是吧 人家从青铜变成了 他他他这个他这个段位 从青铜变成了这个 这个什么 青铜上面是什么 青铜上面是 嗯 青铜上面是什么 白金是吧 白金啊 什么铁什么玩的 人家升级了 我我看我还还还在这儿徘徊 祭祀我 最后的憋了一口气 现在我最新一段时间都在刷单词 哎 身体也不要了 要什么身体啊 哎呀 今天在这儿怎么 今天是骨车啊 今天到这儿啊 拜拜 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 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拜拜了